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城邦领域的古希腊 虽然没有大义童 但是他们却共享了一个自我认知 那就是在我是谁这个问题上 各个城邦之间是统一的 一个文明的自我认知呢 会陈旧它 也会限制它 陈旧它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毁灭它的种子 就像施展老师在中国史冈里说的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使中国人凝聚起来 取得了很多陈旧 但是呢 它也逐渐形成了自我封闭 自我禁锢 中国如果要担当起世界枢纽的重任 就必须更新自我认知 这一讲 我就带你去看看古希腊人的自我认知 我们从希腊波斯战争说起 自我认知跟战争有什么关系啊 这里边关系可大了 我是谁这个问题 通常很难回答 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父母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 还是上帝的子民 佛祖的信徒 中国人 美国人 你总会寻找一些特定关系来给自己定位 什么样的关系你越看重 排名越靠前 你就越会用它来定义自己 这里就有一个中国人和西方人的重大差别 中国人把生命的传承看得很重 直系血缘关系是首要关系 子成父业 血缘和事业融为一体 正所谓百善以孝为贤 孝道就是讲传承 中国人就把自己定位成父母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 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精英传承 还有文化和事业的传承 西方人就不是这样 这里主要说的是信了基督教以后的西方人 他们生命里首要关系是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父母这层关系得靠后 生命的意义是上帝而不是父母赐予的 父母和他一样只是上帝的子民 从和上帝的关系来看 他和父母是平等的 所以西方人首要的德行是爱 而且首先是爱上帝 那么一个文明的自我认知呢 作为集体一个文明会怎么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你当然就会想到神的后裔西方人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 中国人说我们是阳皇子孙 希腊人会说我们是奥林匹斯山上神的后裔 如果我们接着问 你们这个神的后裔和他们那个神的后裔有什么区别呢 独大的品质在哪里呢 西方人讲爱 中国人讲笑 也就是根本的伦理价值 他们是不同人群证明自己是神的后裔的标准 换句话说 核心价值是文明的主心股 每个文明的核心经典就是树立这些核心价值 那古希腊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是自由 那这一讲我们就说说这场战争 西波战争 你可能会很奇怪 古希腊人的自由精神 跟希腊波斯战争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正是通过希腊波斯战争 古希腊人落实了他们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认清楚了他们自己是谁 希腊波斯战争的原因啊 使波斯人的侵略 波斯帝国不断的扩张 在地中海东岸的小亚西亚攻城掠地 以米利都为首的希腊城邦就奋起反抗 你可以看一下文稿里的地图 在地中海的东岸 有一些属于希腊的城邦 代表就是米利都 波斯决意征服整个希腊 海陆两头大兵压境 而且还是好几波 持续了数十年 希腊人奋起反抗 于是有了你熟知的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故事 马拉松的故事 萨拉米海战的故事 战争的进程咱们就不细说了 有一部史书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 就是西方的第一部历史书 希罗多德的历史 有兴趣你可以当故事找来看 我先来说说斯巴达三百勇士这部电影 你看电影上 斯巴达将军列奥达尼和他的兄弟们 武功高强 纪律严明 组织精良 从外形上看 脸庞俊眉 身体健眉 各个堪称模特 再对比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 就是各种拥有特异功能的怪物 又脏又愁 又臭又硬 双方在审美上 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当然知道 打仗不是选美 但这儿说的是 好莱坞的这种艺术夸张 和两千多年来 西方对双方的印象 是高度吻合的 希腊一方代表了自由 正义 勇敢 和美 波斯一方代表了专制 邪恶 蛮力 和丑 这电影一上映 就惹恼了波斯的后裔伊朗 他们批评这部电影 是污蔑他们的祖先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事情 冲击到了我们的第一印象 古希腊人里边 不是雅典才是自由民主的吗 他们的死对头斯巴达 是奴役专制的呀 斯巴达勇士 怎么能够代表希腊呢 这个时候 我刚才跟你说过的 关系如何排序的重要性 就体现出来了 当雅典和斯巴达对比的时候 你会分析他们的特点 久而久之呢 他们就脸谱化了 雅典成了红脸的官公 斯巴达成了白脸的草草 中间立派 但真实的历史呢 往往不是京剧脸谱 没有那么敬畏分明 更重要的是 雅典和斯巴达 共享了一个希腊文化 希腊和波斯 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希罗多德 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希伯战争期间 波斯国王问一个斯巴达人 你们条件那么差 凭什么给我打呀 斯巴达人理直气壮的说 希腊的国土很贫穷 但是 由于智慧和强大的法律 希腊人得到了勇气 驱逐了贫困和暴政 我们斯巴达 绝对不会接受你的停战条件 因为 这意味着把所有希腊人变成奴隶 而无论你方如何强大 我方如何弱小 至少我们斯巴达 会和你血战到底 看看这斯巴达人的核心主张 我们希腊人是自由的 你们波斯是专制和奴役 自由绝对不向专制和奴役投降 那希腊人指的自由是什么呢 这个斯巴达人 接着跟波斯国王讲 斯巴达人是自由的 但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自由 我们接受法律的统治 我们敬畏法律 比你的臣民敬畏你更厉害 他说自由的实质是法治 服从法律 而不是服从统治者 才是自由人 这样一来呢 希罗多德就把正义 属于希腊一方做实了 而在为自己战争 正义性辩护的时候呢 自由就作为古希腊的核心价值 广为流传 被普遍接受了 于是呢 希腊波斯战争 不再是普通的战争 用今天的话讲 它叫文明的冲突 是两大文明之间的直接对抗 用希腊人的立场来看 他们之所以和波斯人血战到底 就是为了自由 输了 就意味着自由输给专制很独裔 文明输给野蛮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如果战败的一方不是波斯 而是希腊 那么 西方文明就被扼杀在童年了 这段深刻的童年记忆 也是童年成就 让西方人牢牢的抓住了 自由 这个核心价值 时时刻刻念叨它 等到西方文明 长大成人之后 自由 对它来说 就像胎记一样 成为最光荣的勋章 和最真实的价值 所以呢 我们通过希腊波斯战争 可以看到 希腊是用自由 回答了 我是谁这个问题 而此后的西方把它完全继承下来 不过说到这 故事还没完 古希腊因为和波斯的战争 才祭出了自由的大旗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也就是说 我是谁这个问题 是在高度 敌我关系中完成的 正是搞清楚了敌人是谁 才搞清楚了 我是谁 这种认识心理过程 其实和我们普通人 处于高度紧张的状况 是非常一致的 我是谁这个问题 在日常状况下 并不急迫 你不会每天都时时刻刻去想着他 但是 对于高度紧张的状况下 就会变得很急迫 你就必须认真去想 正所谓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如果你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你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 但问题是 在敌我关系中界定出来的自己 就是真实的自己吗 到底是日常生活中患有严重拖延症的你 是你 还是紧张状态下 分发有为的你 是你 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未来的课程当中 通过剖析西方文明 会不断的带你去看 这里我们先看看 古希腊用自由完成自我定位以后 带来了哪些问题 用自由来定义我是谁啊 是高度世俗性的 这个呢 和我之前告诉过你的 希腊的原文特质 是高度吻合的 它同时呢 是高度政治性的 用世俗政治来定位自我呢 就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用血缘 文化 宗教 差别很大 血缘 文化 宗教 都是不容易变动的 而世俗政治呢 是非常容易变动的 于是你一对比 就会发现 通过自由来定义自我 存在着高度的不稳定性 因为不同的政治环境 斗争关系都在变化 敌我关系在不断的变化 因此对自由的定义 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尽管如此 西方人并没有放弃自由 没有放弃用它来定位自我 恰恰相反 古希腊和后世的西方啊 选择了不断的去定义自由 来定义自我 自由本身是高度政治性的 充满敌我关系的 不稳定的 而希腊人呢 带着西方就要用它来定义自己 于是各种势力都会抢夺自由的大旗 自由就会变成最令人向往 却也最难说清楚的东西 所以你会听到罗兰夫人有一句名言 自由啊 多少人假辱之名行恶 从这个角度看 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自由史 这倒不是在说它如何伟大光荣正确 而是说它一直在寻找自我 就像你 渴望自由 却永远也说不清楚 却仍然不停在追求它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古希腊在与波斯的战争中 找到了自由这个核心价值 来定义自己 带着文明的骄傲 捍卫了自己的生存 但是呢 核心价值也留下了隐患 自由的世俗性 政治性 不稳定性 很可能让他们变成找不到家的俄迪普斯 上演杀父取母的悲剧 下一讲 我跟你分享 伯罗伯尼萨战争 看看这个悲剧啊 有什么样令人痛心疾首的情节 希腊是怎么毁掉了自己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